白富瑶被一米长剑贯穿 靠吃鸟蛋和同伴空中船时 顽强的活下来了 这不是励志鸡汤文 而是2022年发生在河北的真实事件 当时的白富瑶腿上贯穿的剑比他身子还要长 在空中飞行时成了个子 即便身受重伤 这只白富瑶仍能灵活的摆脱救援人员的一次次抓捕 经过九天的斗智斗勇 他才最终落入救援人员的罗网 被送到动物救助站 这里是万五零 欢迎关注熊探长 带你探索有灵万物 2022年的4月19日 正是候鸟北上的日子 河北省石家庄市 乎驼和师弟迎来了大量的鸟类爱好者 张女士就是其中一位 相机咔嚓作响 一次按下快门时 张女士愣住了 照片上一只大鸟的腿 被一米长剑刺穿后仍在翱翔 张女士认出了这只大鸟是白富瑶 属于国家二级保护动物 因此他与随行的丈夫达成一致 立即打电话报警 同时联系动物救助中心 警方和工作人员收到消息后 第一时间赶到了现场 可抬眼望着奋力飞翔的白富瑶 几人都有些手足无措 在地上的动物还好 在天上飞着的动物 该怎么把它弄下来呢 能想到的办法只有等它落地 悄悄的从背后去捕捉 可这只白富瑶受了伤后反而更加机敏 人还隔着好几步 他就一溜烟飞走了 几次尝试都以失败告终 等到天色一晚 几人只得兴兴而归 第二天 中国律法会 呼驼和失地的负责人张英辉 带着十几个志愿者 与其他有关部门的工作人员一起 继续对这只白富瑶进行救援 可即便人手增加 救援仍旧不顺利 第三天时 几人转变了策略 先用无人机寻找确定白富瑶的位置 再用射网枪进行捕捉 无人机找了一上午没找到 倒是白富瑶自己现身了 可它飞得太高 只有15米射程的射网枪喷出的网 无力张开 缓缓落下 白富瑶已远远飞去 之后的几天 大家穷尽各种方法 仍然没能捉到这只白富瑶 就在大家焦头烂额之际 救援行动在4月27日发生了转机 白富瑶被剑刺穿后 带剑飞行9天 支撑不住后 救援人员看到机会 立刻控制着无人机 飞到白富瑶的上方 向地面发射抓不往 白富瑶被送到救助中心后 腿上的剑被成功取了下来 这是一只碳纤维的剑 碳纤维的好处是不会生锈 这样避免伤口出现严重的感染和腐烂 也算是不幸中的万行 剑取出后 第一时间被交到警方手里 方便警方从剑上提取指纹 更快抓住凶手 白富瑶捕猎都是精准的飞到猎物上方 迅速用爪子将其抓起 这只白富瑶腿上受了如此严重的伤 又带着一只不方便的剑 它是如何生存的呢 参与救援的人回忆 在这只白富瑶的身边 总是盘旋着另外一只鸟 长得相似 但浑身都是暗褐色 只有头顶和脖子后面为黄色 这只一直陪伴左右的大鸟 是一只雌性白富瑶 与重剑的雄性白富瑶 是夫妻关系 白富瑶遵循一夫一妻之 一生一世一双鸟 是他们对爱情的最简单的定义 当这只雄性白富瑶不性重剑时 雌性白富瑶没有选择离开 而是奔波各处寻找食物 来延续受伤丈夫的生命 工作人员用无人机观察的时候 还发现受伤的白富瑶 找不到食物时 会到白骨顶级的鸟巢中 偷吃还未孵化的鸟蛋 他显然是恶痰了 在被救助后 狂吃一只半的鸽子 才算是填饱肚子 经过一个月的治疗后 这只白富瑶腿上的伤口 逐渐愈合形成肌肉节节 恢复了野外生存的捕食能力 经检查 他身上不携带任何疫病病毒 羽毛完整 标情在七成以上后被放归蓝天 与离别的妻子破颈重圆 白富瑶身体被一米长剑刺穿 他的同伴为何没有放弃他 白富瑶在我国北方为下候鸟 南方为东候鸟或是驴鸟 河北省石家庄不见分布 这只受了伤的白富瑶 可能是北上路过这里被人袭击 白富瑶平时不会飞得太高 都是低空缓慢的滑翔着 瞅准小型鸟类 镊子类 蛙蜥等目标后 迅速落下将其抓捕 四到六月的繁殖季到来时 雄性的白富瑶在空中各种炫技 来俘获刺鸟的芳心 若是两鸟两情相悦 就会比翼双飞一起捕猎 一起建造鸟巢 它们的筑巢地点 一般选在隐蔽的芦苇丛中 地质选好后 夫妻双方一起将树枝 芦苇等材料云来筑巢 造好巢后缠散其中 经过一个多月的孵化 长着白色绒毛的幼崽 顺利破壳而出 幼鸟的出壳 意味着两夫妻的负担更重了 为了养活这一家子 熊鸟每天都在拼命的寻找食物 据研究者观测 一只熊性白货鸟 一天杀死的水鸟幼鸟 达三十多只 有了一个令众鸟 闻风丧胆的称号 失地杀手 之所以选择捕捉幼鸟 是因为幼鸟容易对付 捕成鸟的失败率高 嫁人容易割肚子 在熊鸟辛苦捕猎的时候 此鸟也不能闲着 它们需要时刻看护着幼崽 一旦有入侵者靠近 就要毫不犹豫的展开数次决斗 当熊鸟向猎物带回时 此鸟需要提前去迎接 在空中用爪子 接过熊鸟递过来的食物 带回巢中喂给幼鸟 熊鸟则继续四处寻找猎物 往往是三过甲门而不入 等四十到五十天后 幼鸟开始离朝活动 跟着父母一起学习捕猎技巧 父母肩上的担子才算轻了些 空中船尸的绝技 既让带娃更高效 也在这次熊白富鸟遇难时 争取到了救助的时间 如果没有此鸟辛苦寻找食物投胃 中间的白富鸟又怎能撑九天多 真正的夫妻并不只是同龄鸟 还是风雨同舟 同甘共苦 带娃时各此其职 遇难时相濡以沫的比翼双飞鸟 非常感谢您看完本期万五零 欢迎点赞评论加关注 您的关注是熊探长 探秘的最大动力